依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内容 透过智商的方式 医院人可以来做未来医疗照顾的选项的选择 先为自己的医疗做决定 那可以避免家人未来遇到的时候的一些负担 我来挖宝 我来献宝 欢迎大家收看 医师让你问到宝 大家好,我是安宁缓和疗护科 临床心理师黄文翰 我是安宁缓和疗护科林盈利医师 欢迎今天的问宝来宾 林盈利医师 林盈利医师 林盈利医师,我有一个问题 最近常听到一个什么ACP的 那个是什么啊 那是持续 目前持续在推广的 玉立医疗照护智商门诊 简称ACP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门诊吗 蛮特别的 它主要是依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内容 透过智商的方式 医院人可以来做未来医疗照护的选项的选择 那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个是什么啊 它主要是108年1月6号上路的一个法律 那医院人可以透过智商 那在特定的临床条件 可以去选择 维持生命的治疗跟人工营养 流体喂养的选择 那你刚刚说的特定的临床条件是指 目前包括有五种临床条件 就是末期的病人 还有不可逆转的昏迷 还有永久的植物人 还有极重度的失智 以及其他重症 那你刚刚提到那个维持生命治疗 是要急救吗 还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包括 任何有可能延长生命的医疗措施 像是呼吸器 或者是叶克膜 或者是洗肾 还有疏血抗生素等等 那人工营养那个呢 那个就是主要是人工的方式 所以就是包括说 鼻胃管灌食 或是静脉打营养针 或是胃照容来灌食等等 所以是只有那五大临床条件 才可以来预约这样的门诊吗 不是喔 当你变成植物人就来不及了 是喔 那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来预约这样的门诊 其实只要有行为能力能够了解能够沟通 那在二亲等的家属一起来陪同智商 那如果你有想要指定医疗委任代理人 也要一起陪同来智商 所以就是说只要他有行为能力满20岁就可以过来预约咯 现在今年明法已经下修到18岁 对已经下修到18岁我自己都忘了 对所以说其实只要你满18岁有行为能力 那不限于这五种临床条件有意愿都可以来智商 那像参加这样的门诊就一定要马上签好那预立的决定书吗 其实没有 我们有医院人其实他只是想要了解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内容 所以他来智商 那文件他可能当下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完成 他就会把文件带回去 那如果他准备好完成之后再上传就可以了 那这样签署会不会太吵衰了 不会哦其实我们的智商团队有包括医师 还有护理师还有心理或社工师 所以是有三师 然后跟医院人还有他二亲等的家属一起来智商 所以是一个非常的谨慎的一个过程 那签了之后还可以再改变吗 可以哦其实医院人只要任何情况 他的想法不同都可以做更改 那未来遇到临床条件的时候 医疗团队也会再跟医院人做确认 如果他当下的医疗医院跟文件内容不一致 我们还是会以当下的医院人的医院为主 那这样子什么时候来预约这样的门诊会比较合适啊 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来预约我们的玉利医疗照护的智商门诊 只要你关心自己的医疗自主权 或是你想要预先为自己未来的医疗决定 做先预先的讨论都可以来智商 那现在目前遇到的民众他们都是什么原因想要来这边做智商的 有一些是家人的一些生病的经验啦 那也有一些是因为他年纪大 他想要自己先为自己的医疗做决定 那可以避免家人未来遇到的时候的一些负担 那这样子像我之前有签过那个所谓的不及就医院书 跟这个玉利医疗决定书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异啦 不及就的医院书它仅限于末期在病死的过程不做及就的行为 那玉利医疗的决定书它的临床条件就是包括刚刚讲的五种临床条件 那也会去讨论这个人工营养流体胃养的选择 所以听起来就是玉利医疗决定书它的范围比较广一点 包含到五种临床的条件 而且还多了一个人工营养流体胃养的一个选择可以做选 对 就是可以来讨论这样子 张基医疗照护智商团队有医师、护理师、心理或社工师来一同了解 医院人他们对于未来医疗的一些照护的想法跟态度 所以未来如果有兴趣想要来参加智商的民众 不管是害怕、未来担心怕造成家人的负担 或者是关心自己的医疗权利的人 都欢迎前来讨论智商哦 最后一理路 自己决定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张基给我Podcast 欢迎大家收听 让我们继续来献保